今天 有一隻特別來賓 親戚的狗 最後一次 接下來 今天很冷,大概才攝氏5度而已 然後叔叔下載了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可以讓你 用AirPods 來當麥克風 所以就不必用什麼 藍牙麥克風了 就直接用AirPods就好了 已經帶上去了 所以現在要試試看 今天有任務 今天的任務就是 這裡要做個 算是比較好的欄杆 因為這個欄杆 真的是 重看不重用 一般人看到欄杆的話會想要去靠過去 可是一靠過去馬上就 疊下山谷 所以這樣是不安全的 不會 不會通過安全 測試 所以我要去建材行 買一些比較 買一些木材 然後來做一個比較正規的 的 欄杆 這裡是八尺 這裡是八尺 這裡 八尺左右吧 八尺 八尺 這裡呢 這裡需要一個欄杆嗎 我是 不大喜歡這裡做欄杆 因為做了以後 破壞這裡的美觀 這邊看出去就不好看 所以這個也是要拿走 我們來看看這個麥克風 效果如何 剛才 撕了一下麥克風的效果 真的不錯 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一個欄杆坐過來這邊 這邊可能要 弄一個地樁 這邊也要再一根 所以這邊這樣過來 地樁 黏在上面 釘在上面 這邊再一根 然後黏過去 中間這裡 可能上面再一根 可是這樣子 就破壞了這個視野 這個我要拿走 因為我發覺它其實很難看 拿掉的話這樣 望出去 完全沒有東西 擋住 不錯 可是所以我在擔心 這裡要是做一個 欄杆的話 中間這裡 就破壞了 有點擔心 這邊也是 我的構想是從 這邊做一個欄杆過來以後 這裡已經有欄杆了 然後 這邊 我現在是用繩子 拉過來 可是那也是不理想太軟 在這裡我也想要再做一個欄杆 試試看 比較長 這裡要12尺 12尺的話 哇 木材是這樣子 我想大家也知道 太長的話 它就會晃 太長的話 比較軟 所以 對於 長的話可能要 兩根 撞 撞 撞撞 然後下面 可能再做一個 下面再頂一個 上下都有的話 中間就可以做欄杆 要買很多木材 你看看 覺得這裡還是要拿掉 因為 這裡會給人家一個 假的安全感 仿得危險 看到欄杆 覺得放棄 因為我這一個 這一個 躲命欄杆 所以 拿掉 你看有時候做事就是這樣 弄一弄 覺得不妥當 再拿掉 又不是怎麼會知道呢 不是怎麼會知道呢 這個算是一個藝術瓶嗎 要取名叫什麼呢 雲哉 我有另外一個idea 可是這idea說不定會很爛 所以不知道 我在想說這個東西 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它有一個橡皮子 那樣的一個樹幹 生出來 這樣子 看這裏彎進去有沒有 換進去然後這邊有一根橡皮子 伸出來的話就可以掛東西 這樣子下去 這樣也不錯呀 問題是從下面看的話 會不會殺了風景 也許 走下去看看 這裡就是危險地區 其實要改良的就是這裡 這裡根本就是沒有階梯 這新的柱子 這新的柱子 還不錯 如果那個橡皮子 放在這邊的話 然後掉個東西下來 會好看嗎 嗯 還是比較好 我覺得這樣保持自然比較好看 就決定了 不弄 欄杆也不弄 好想這個 昨天那個壯丁給我 亂放 我現在是放那個 這樣子的東西 不是東西 這一尊佛像 那他給我放一顆 搞我復求 來 - 瓜- 我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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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就沒有人了 誰裡能不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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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b?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因为很难爬 每次都爬得很吃力 所以我决定这里 要绑个绳子拉下来 这样以后要爬的时候 可以拉得上来 来试试看 好 上OK 下来 很好 不像以前 基本上是 用掉下来的 每次都觉得好像会 跌到山谷下 好 决定了这个绳子 虽然是有安全 但是 真的很破坏了这个大自然的美观 既然 一般都是 数数一个人在后面的 所以 哪里安全哪里 危险 我都知道 所以就 拿掉 不需要 刚来本来想说 今天坐一下子就好 就要回去了 假日嘛 休息一下 可是 上来的时候又忍不住 看到这个一线天 旁边这块大石头上面 很多 这个多年来掉下来的 树干 都有 有的是挂在那个 其他的树干上面去 我把它稍微清了一下 现在还没清完 还清了三分之二 清了 所以 清除了这么多的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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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乾淨多了 可是現在這裡不能走路 改天 把這些東西 再丟到我 往後面丟吧 今天這樣夠了 好 要記得什麼 記得按讚啊 對不對 訂閱 分享 乖 還有另外一個任務 騙你啦 沒有有人說 叔叔的影片都好像那個 復仇者聯盟 每次 播完都還有後面的 你們不知道喜不喜歡 有那樣子的話 喜歡的留言 不喜歡的也留言 讓我知道吧 好啦 沒有了